大家好,这里是汪哥说电影,我是汪哥 我们今天来看一个女孩许愿嫁给有钱人 最终实现梦想的故事,嫁给有钱人 女主阿咪出生在贫穷的大同村 她老爸德叔在村子里开了一间煤气店 为了帮老爸打理生意 他常常需要扛着重重的煤气罐去送货 阿咪因此向老爸抱怨自己快嫁不出去了 老爸却理直气壮的说 阿咪好歹是他家族企业的二代老总啊 要找也得找个门当户对的有钱人 怎么能嫁给村子里的歪瓜烈枣呢 一天阿咪给一家有钱人送煤气 发现几个自己的老同学在了一面 原来他们统统嫁给了有钱人 其中一个的老公就是这栋宅子的主人 原来小时候阿咪是全班最聪明的一个 可是长大后成绩不好的同学 凭借着嫁入豪门而过上了优渥的生活 而阿咪却还做着打杂的苦工 几个父太太不断的炫耀和挖苦 深深的打击了阿咪的心灵 经历了巨大的落差后 阿咪强烈的希望自己也能嫁个有钱人 就在他对着流星许愿时 从天空掉落一本玻璃鞋 书上记载着如何嫁入豪门的技巧 第一点就是要笑得有个性 第二点要建立自信 阿咪跟着书上说的对自己进行了改造 打扮时髦看起来就像个有钱人 很快阿咪遇见了第一个有钱人文森 文森是纽约华侨银行总台的儿子 阿咪误打误撞帮了文森一个忙 文森便对阿咪一见钟情了 可是阿咪根本对他不来电 阿咪回去又翻出了玻璃鞋 书上说飞机的头等舱里有钱人非常集中 为了另寻目标 阿咪买了张飞往米兰的机票 在飞机上阿咪遇见了同样 只身前往米兰的阿旦 阿旦年轻又有气质 常年到各个景点旅游 两人一拍即合十分谈得来 就这样他们一同在米兰游玩 虽然两人一到目的地就被偷走了钱包 但他们还是一起度过了快乐的一天 在短短的一天里 两人见声情愫 阿咪看上了一双玻璃鞋 可是他们现在没有钱 阿旦便承诺之后找回钱包 买一双送给他 很快当地警察就找回了两人的钱包 两人决定去酒店庆祝一下 可是结账时的金额把阿咪给吓了够呛 阿旦也没有要主动结账的意思 阿咪冲着阿旦使了一番眼色 阿旦才反应过来 该自己结账 可是阿旦却说自己的现金都不见了 而银行卡也因为报失了 没法用 阿咪不得已只好告诉阿旦的真相 其实自己不是有钱人 只是为了认识有钱人才会来到米兰的 也承认了自己真的很喜欢阿庭 让人没想到的是 阿庭也掏出了一本南版的玻璃鞋 原来阿庭是修理汽车的 他也是为了认识有钱人 才跟书上的指示 假扮有钱人来到米兰的 同样他也喜欢阿咪 阿旦说他去到外面想办法弄饭前回来 让阿咪在饭店等他 可是之后阿旦再也没回来 原本以为双方可以不介意身份的相爱 可是最后阿旦还是落荒而逃了 就这样 这场浪漫之旅落下帷幕 从米兰回来后 阿咪憔悴了不少 一日几个嫁入豪门的老同学上门找他 还合伙欺负不会打麻将的阿咪 这时几辆豪华奥迪开了过来 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 之前对阿咪一见钟情的总裁文森 文森走下车带走了阿咪 老同学在后面看着十分的羡慕 毕竟文森比他们的老公有钱好几倍 文森带着阿咪去到一家酒吧 看见了在舞台上表演的阿旦 阿咪事后去找阿旦要解释 但阿旦希望阿咪能和文森在一起 毕竟他的心愿是嫁个有钱人 所以阿旦拒绝了给阿咪解释 阿咪一气之下离开了 不一会儿文森也找来了阿旦家 还给阿旦开了一张支票 叫他不要打扰阿咪 很快文森就向阿咪求了婚 可是阿咪对文森真的不来电 就在当晚阿咪收到了一双鞋 是阿旦在米兰答应买给他的那双玻璃鞋 阿咪跟着送鞋的小狗去到海边 在那里果然发现了阿旦 阿旦向他解释那天为什么没回去 本来他是想办乞丐要钱的 可是被警察发现抓到了警察局 所以才没能及时回去 阿咪听完后原谅了阿旦 两个人决定 不管能不能过上有钱生活 也要和对方在一起 就在这时飞来了一架飞机 原来一切都是一个真人秀节目策划的 节目组的卫星收到了阿咪 想嫁给有钱人的愿望 所以选中了他们两个 分别给他们发了一本玻璃鞋 并且他俩从认识到相爱的全程直播下来 因为俩人最后通过考验 放弃金钱选择了爱情 所以他们成为了红人 节目组要签下他俩当明星 还会送情侣旅行套餐给他们 简直是天降馅饼 两人最后真的如愿变成了有钱人 当然了电影是比较扯的了 不过最后电影也告诉我们 许愿嫁给有钱人不是很现实 通过自己的努力变成有钱人 更有意义 好了 今天电影就看到这里 咱们下期见 还有电影